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做冷淡的 或者叫做孤零零的 冷淡的孤零的 你看一看 那么这个还可以表示什么意思呢 还有一个意思 我们还可以用它来表示叫做什么呢 叫做远离的也行 远离的比如说站远点 stand aloof somebody is aloof 是某个人很冷淡 他都很冷淡 对你没有任何情感 是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单词呢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词的造词 首先注意一下这个词的前缀 这个A A呢在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 我说A有一个很重要的 它表示否定 对不对 我也说过A还可以表什么 绝大部分的前缀都可以表示加强 但注意这里面这个A呢 这两个意思都不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A 它是一个哪个造词结构呢 大家看看我们曾经学过 这样的一组造词结构 哪一组造词结构呢 就是说A加上它所对应的动词 或者它所对应的形容词 对不对 动词或形容词 构成了它什么 构成了它的副词 形容词或副词 所以我们曾经学过这样的造词 比如咱们学过最简单的 你看看 大典声叫allowed 听过这个词吧 对不对 allowed 还有哪个单词呢 比如说 我们说叫做 刚才说的 活着 它还活着 alive 后面是leave 对不对 alive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造词结构 它造成了一个相应的副词和形容词 它也是副词 那它也是副词 造成了它所相应对应的 形容词和副词 那么这里面你看 它是来自于自己看一看 感受感受 看看能不能看出来 A 那就是这样一个造词结构 就是你要狂读谁 就是狂读loof 你看这个词的汉语意思 叫冷淡的 孤零的 或者叫做远离的 远离 你看离我远点 所以这必然态度是冷淡的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它应该是来自于谁 你就读三遍 读后面这个 你看看 长得像的 看读音 看拼写 看意思 l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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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淡 远离的 你看它是来自于谁的一个遍体 能看出来吗 loof loof 但是这个肯定 拼写上会发生一些变化 它是来自于谁 远离的 看看 来自于谁 leaf 还是翻译还是有点接近的 你看loof loof 这是一样的 你看谁跟谁发生变形 孤和乌发生了一个变形 然后是乌和ea发生这样的一个变体 它就相当于是alive 这种感觉 alive alove 原音变形 符音通甲 你看一看 那么这里面就是离我远点 所以这个叫冷淡 它是来自于leaf这个词 leaf这个单词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有一些派生词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派生词 有哪些派生词 我说一下 第一个 看看 来自于这样一个造词结构的 造词结构的 第一个叫做 这个aground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afoot 第三个叫做 alight 下一个叫做a king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aground 第二afoot 第三个alight 第四个a king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词 第一个aground aground表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说个句子大家明白了 这个肯定是跟陆地有关的 我说the ship went aground 这个船怎么的了 went aground 上陆地上的叫什么 叫搁浅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也是副词 叫做搁浅的 aground 第二个单词叫做afoot afoot afoot这个单词来自于 谁说来自于脚啊 我们所说叫什么呢 叫做on foot 叫做徒步的 on foot 叫做徒步的 第二个意思 这个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徒步的 第二个它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 我们所说的叫做 这个计划在进行中的 叫做 比如说我说 the project is afoot 这个项目计划在进行当中 要知道就是我们说 is moving on 不断在发展 在进行 这个叫做afoot 叫做事情项目计划 在进行中 在发展当中的 下面一个单词叫alight alight这个单词呢 就也是比较好记了 你看这后面是来自光 这个词嘛 有光亮嘛 这叫什么呢 叫做burning 它是一个形容词 叫做燃烧者的 着着火的 燃烧者的着着火的 最后一个词呢 相对稍微难记一点 叫做a king 如果你要认识king 这个词呢 就非常好记 如果king这个词 你要不认识 就稍微带点难度了 king表什么呢 叫做relatives 叫做亲戚 your uncles your nieces your nephews your grandparents your kings 叫做your relatives 叫做亲戚亲属的意思 如果你说老师 这个亲戚我不认识 你就通过king去记 通过国王去记 跟国王皇亲国戚 放到一块 国王和亲戚放到一块 国王长最像的词 叫亲戚的意思 那这个词叫什么呢 就是跟亲戚有关的 叫做同族的 也是形容词和副词 同族的 或者表示词汇学当中 我们说同源的 同亲戚的嘛 都是老张家 都是老李家的 说这都是这意思 那么一共这样四个 部署在下面 aground 上了陆地是搁浅 有角徒步 发着光照着火的 跟国王相关的 叫做亲戚的 同族的同源的 Aloof呢 叫做远离的冷淡的 好 那么下面咱们 回到这个词上 我说一下 咱们在这个托付当中 应该注意的一些 同一词表示冷淡的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叫什么呢 叫做apathy 第二个 叫做frigid 第三个叫做offish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三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apathy 第二个叫frigid 第三个叫做offish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三个词 好 来看这第一个 最后一个单词 先看一下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单词叫offish offish这个词 意思比较简单一些 你看off叫做远离嘛 所以is叫形容词后对 具有什么这样的性质 像什么一样的 像离我很远的感觉 这个叫做 就是翻译成叫做冷淡的 就是冷淡冷漠的 上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frigid frigid这个单词 也叫冷淡冷漠的 就翻译成天气冷的 都可以说 itsfrigid today 就是我们说叫做 coldchili 表示这个意思 这个词它来自于谁呢 你告诉我 后缀是谁能看出来吗 还是id 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之前给大家讲了一词 叫做尖酸刻薄的吧 acrid 还记得吗 id形容词后缀 那所以这个词看词源 就看前面 读三遍 fri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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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词 冰箱 学过吧 把冰箱写到它的旁边 frigid frigid 冰箱冷嘛 这必然的嘛 大家有没有学过这词 通过谁去记 sympathy sympathy是高考词 心肝点二的词 高中里面也有它 同情 同情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其实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path pass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就是情感 feeling 它就表示一个情感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表示情感的意思 所以你看这里边 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叫相同 前面是same 是来自于same 相同这个词 同情 而这里面这个a在此处 它其实是一个否定 你看 无情 没有情感 叫无情 冷漠的意思 无情 冷漠 那你看我再给大家 再写一个词 你看这个怎么理解 叫antipathy 能看到我们anti 作为前提大家认识吗 anti表什么意思 叫做相反 我们说抗体 怎么说antibody 对不对 这叫做相反的情感 叫做反感 这个词反感 无情 冷漠 无情冷漠的意思 这是名词 这两个都是名词了 如果你说老师 sympathy我都没学过 压根没学过 你这个词你看 总应该讲过吧 passion 热情激情 这总应该听过吧 对不对 passion也是来自它 你看pass和path s和谁是一样的 和th吗 它俩不一样吗 s和 咱们在第一天给大家也讲过 福音通家 你可以通过激情 去记这个词根也行 同情 同情无情反感 这是冷的 看到了吧 frigid 冰箱冷 所以就冷淡 office 利物严谈 还是冷淡 所以这个冷漠的词 我们一共有这样四个词 把它放到一块 把这四个词放到一块 alove 再读一读 alive 想一想远离的 福气的时候 一定要刻意去想一想 他的 想一想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词源是来自于谁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altruism 大家看一下 叫做利他主义 叫altruism 利他主义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利他主义 放到一块 看一看 咱们在之前学过呢 可能咱们学过一个 类似于相反 相反的这样一个词 叫什么叫做自私的 这是利他的吗 就是说很无私的感觉 那么自私叫做selfish 这个咱们在小词 咱们在当年学过 那么这里边需要讲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后缀 大家认识一下 ISM ISM表什么意思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什么什么主义 表示一种精神 或者是一种主义 都可以 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主义 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都可 那么这个词呢 它的前半部分呢 你看你怎么去记它呢 前半部分通过一个联想 我还是先通过说 讲一个通过联想的记忆方法 去记一下 前面你把他想到谁呢 想到all 什么样的人很无私呢 就所有的一切 都是非常的真诚 真诚待人 很无私的 叫做altruism 这第一个你可以这样去记 altruism 叫做很无私的利他主义 那么利己主义怎么说呢 叫做ego ego这个词来看有没有印象 叫做自己自我的意思 说my ego 对不对 自我自己的意思 那么叫ego 叫利己主义 这两个是一对反义词 一个是利他主义 altruism 这个读一读 因为这通过一个拆分的话 就要通过读音去想了 去记它了 所有的一切很真实的 这是利他 这是利己 以自我为中心的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egocentric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 也是非常好理解 你看ego叫自我自己嘛 centric叫中心嘛 就叫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好那么这回到上面这个词 我们能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altruism这个词 如果通过这个词根去解释它的话 它其实来自这个词根 就是altru 来自它之前半部分 跟谁是一样 跟alter 它俩是一组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other的意思 它表示其他的 你看读一读 alter 这发音是很像的 原音变形 看到了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l给去掉了 这个l给去掉了 这几个h 原音也是给脱落掉了 h是我第一天跟你讲过吗 可不可以发音 都行 发不发音都都行 所以把这个h也给去掉了 不发音的时候可以脱落 alter 所以它是来自于其他这个词的一个变体 所以为什么叫利他主意 就是为其他人的一种主意 是这样的 但这个通过词根不好记 这通过词根不太好记 因为这个词根你要通过熟词去想 你看咱们曾经学过哪个词 你看这托福里面也有它 但在美人大学词汇里也有了 叫做二选一的 大家还记得吗 叫什么呢 叫alternative 选择的吗 二选一的 可选择的 alternative 叫做alternative 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单词 你看 是这个one the other 一个另一个 可以这个也可以是那个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你看一下 那么这个词根下面还有哪个词呢 需要大家背一背呢 就第一个就是alternate 还有一个就是alterate 这两个呢 不要混淆就行了 大家看都来自于这个词根 叫其他 其他这个词 那么我们在昨天 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 还记得吧 叫做adulterate 还记得这个词吗 有印象吗 是不是叫成人三目曲 哪个成人 掺杂通奸惨媚 是哪一个 掺杂 对不对 咱们刚才说过 adulterate 那你看 其实这个词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词根去讲的话 它其实来自于谁 就来自于这个 altern就是来自于谁 other 就来自于这个 这是原因发生变形 什么叫 为什么叫掺杂呀 ad是加强吗 加进一些其他的东西 其实说的是这个 但这个也是 你通过词根记不好记 你就通过成年人记 是最好记得 因为视觉上比较有 也有特点 有特点 那么这两个放到一块 做一个对比 你看一个是n 一个是c 都是跟其他人怎么样的 第一个叫做交替轮流 交替轮流 alterate 二选一嘛 今儿是我 明儿是你 后儿是她 是这个意思 咱们是这样几个 跟二选一这个词长得很像 这个单作为动词 叫做交替轮流的意思 下一个词叫做alterate alterate 跟其他人干嘛 这地方变成了c了 这地方大家怎么去吸他呢 就把这个c想象吵 你把他想象吵架的吵 是这种感觉 就是总能跟别人吵架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翻成吵 跟其他人干嘛 c想象吵 特意去想象 c是吵 c是吵 叫做cowral with somebody 表示这个叫做 争吵口角的意思 争吵口角 所以这个词跟下边 有这样几个 看一下 这个单词 我还是建议大家 altruism 我建议大家通过altru去记 很真诚待人 是利他 这个呢 跟其他人吵 c是吵 这个叫交替轮流 交替轮流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malgam 读一读这个词 叫做amalgam amalgam叫做混合物 或者叫做巩合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单词呢 你看一看 混合物或者是巩合金 它的动词我说一下 它的动词叫做amalgamate 它的动词叫做amalgamate amalgamate amalgamate叫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就是翻成动词 就是混合呗 就是mix 动词就是混合呗 就是mix 它第二个意思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企业的合并 或者叫做联合合并的意思 就是combine combine 企业的联合合并的意思 上面这次我们说叫做 混合物 一个联合体都行 比如说我说一个短语 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说民主和自由的一个联合 你可以怎么说 叫an amalgam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你看看 民主和自由的一个联合体 an amalgam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那么下面是它的动词 这个词呢不太好背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词它没有展开词 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它 这个词呢 你看一下怎么去记它 只能通过一个联想了 这个词叫做混合物 你可以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一个联想 企业的合并 怎么合并呢 你会发现这个词啊 你看ate是后缀嘛 这应该能判断出来 而且这次你会发现 是不是前面一个am啊 后边一个am 能看懂吧 前面一个am 后边一个am 中间把它讲成谁 alg 就把它讲成一个alg的感觉 你想想 合并成了一个alg公司 谁合并的两个am 合并起来了 合并成了一个alg公司 am alg 再加一个am 闭上你想一想 看能不能写出这个单词 中间是一个alg alg 前面一个am 后边一个am amalgamate 注意它的中音在这儿 amalgamate 叫做合并的意思 叫合并 合并联合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同一词 我在此处补充一个 叫做coale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叫做coales coales这个单词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coales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 联合合并力 它也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叫做联合合并力 这个为什么叫做联合合并呢 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后缀 就是谁呢 esce 大家看一下 esce作为后缀来讲 表示什么意思 注意一下这个后缀 表示什么 叫做逐渐怎么怎么样的 esce esence 和esent 因为我之前第一节课给大家讲 我说后缀它确定是一个词的词性 你看这是动词 这个是形容词 这是名词 后缀 后缀确定词 但这个后缀是有一个译 它叫逐渐怎么怎么样的 逐渐出现了什么什么样迹象的 我们学过最简单的那个词 就是青春期这个词 青少年 还记得吧 adolescence 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单词 adolescent adolescence 你看一下 那你看这是逐渐怎么的了 逐渐跑到一块来了吧 是吧 这样的一个动词 你看逐渐在一起的感觉 中间有个哪个词 就是all这个词 ceo表什么意思 共同一起 所以逐渐跑到一块来 那这叫什么呢 叫做合并 ceo叫共同一起 所有的逐渐在一起 也叫做合并 这是一个动词 那它的名词怎么变 adolescence 叫coolescence 就后缀加长一点 coolescence 所以合并一共这样两个 把它俩放到一块 一个叫amalgamate 合并成一个lg 一个lg 一个lg 第二个叫cooles 这个后织大家希望能够牢记在心 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你看叫做青春期青少年 逐渐怎么呢 你看这现在你能解释出来了不 逐渐怎么样 是不是逐渐成年啊 前面这个词不就来自成年人这个词吗 对不对 就来自成年人这个单词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ambush 大家看一下 ambush又叫做潜伏埋伏 又一个潜伏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词 刚才刚讲的一个单词叫什么 还记得埋伏在路边吧 叫做躺在路边是埋伏 叫威类 第一天还讲了一个单词叫做lg 降低身体也是埋伏 看还没有印象 ambush这个词 这个ambush这个单词比较更好记性 因为它里面有个单词叫做灌木丛 所以是藏在哪 潜伏在树丛里 这样去记就可以了 叫做ambush 叫做ambush 好了 那这里面这个am 它其实是一个im的一个变形了 进入的意思 原因变形了 进到草丛里 但这个词说一下 它与咱们之前讲的词有什么区别 我说一下 它有一个名词的词形 名词发现什么意思呢 叫做伏冰 这个呢是之前说的两个词 没有这个意思的 就是这个词才有伏冰的意思 它只有名词的意思 它有名词的意思 但是之前讲的两个单词都是动词 都是动词 那么这里面看 有这样的一组行进词 我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因为这里就来自于bush 没有什么其他的展开 有这样的一组词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lush 第二个blush 下一个叫做plush 下一个叫做gush 下一个叫做hush 好 我们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作为一组行进词 第一个词叫做lush 第一个词是形容词 第二个词叫做blush blush呢也是动词 你看一下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plush形容词 下一个词叫gush 动词 最后一个叫做hush 动词也是名词 好 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做lush 作为一组行进词看一下 lush这个单词呢 翻译成一个名词呢 叫做striving 说flourishing 叫做繁茂的 比如说lush forest 对不对 茂盛的树林 茂盛的 这个词呢 如果要通过词原地解释它 它跟哪个词同源呢 跟奢侈那个词 咱们知道一个品牌 叫力士 大家看这个它有印象吗 什么叫做奢华的森林呢 其实就是一种繁茂 s和sx发生一个通假 这第一个你可以通过词原去记 这第一个计法 就通过力士去记 就是来自于这个繁荣繁茂的感觉 第二个呢 你可以通过它放到一块之地 你看这个第二个叫blush blush叫什么呢 叫做脸红 为什么叫脸红呢 这也是一个谐音的记法 比较经典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叫脸红 叫blush 谐音想一想blush脸就红 别的满脸通红 这也是很久以前的 这样一个记忆方法 其实为什么叫做脸红呢 其实它是来自BL bl这个词目组合呢 好多词都是跟颜色色彩有关 等以后我们再给大家慢慢去讲 所以你可以通过心理想 你看blush脸就红 这是lush 繁茂树木 给树施肥嘛 繁茂的 下一个词叫做plush plush plush这个单词呢 其实越过它来看 blush这是脸红 我先把它划掉 这两个你可以放到一块去看 就多了一个p 这两个词其实都来自于lux 都来自于奢华这种感觉 你看这个lush 历史奢华的树林 你可以通过词组去记lush forest 而这个plush叫什么呢 就是来自于plux lux叫什么呢 叫做豪华的奢华的 就是取这个本意 这个p呢 这个辅音字母是无意义的 这只起到一个加强语气 那些轻辅音 即起到一个加强语气的作用 plush 就是lux 下一个叫做gush gush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这个涌出 喷出 咱们在第一天给大家讲的一个单词 还记得吗 叫spout 有印象吗 这个单词 s-p-o-u-t 对不对 s-p-o-u-t 喷出 这也是一样涌出来 像我们说喷油井 加个一二 gush gush 喷出来的感觉 叫gush 这里面我建议大家怎么去记它 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通过拼音去想 因为这组词的后面都是二十结尾 就通过拼音去拼 怎么拼 就是鼓出 勾舞鼓 记住我说的 鼓出就是涌出 液体的涌出 喷出 涌出 下一个呢 叫做hush hush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 叫做keep silent 这样的一个动作 keep silent 所以这个也通过拼音去拼 呼呼 你看往外呼气的感觉 不要说话 叫做keep silent 叫做安静 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非正式的表达 叫hush 叫做hush hush hush就是什么 叫做鬼鬼祟祟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表达 那它就是 噓 别说话 这种感觉 这个叫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的感觉 叫做hush 叫做安静速静 所以就记住 呼吸需要安静 看看啊 我说一下 看看编一个口就能不能记住 叫做鼓出就是涌出 呼吸需要安静 噓 这样的一个动作 lush 繁毛树木 lush 然后这个把它想成p 你可以把它想成p l想成亮 漂亮才会豪华 你可以这样去想一想 漂亮便是豪华 鼓出就是涌出 gush 喷出来鼓 鼓就通过前面去记 因为行进词你不能单记单 你单记单 它放到一块的时候就容易混了 所以就记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节目就给大家讲了 行进词一定要记它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鼓出来就是涌出 第二个呢 呼吸需要安静 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下面lush lush 立式繁毛树木 做一个漂亮 p想成p l想成亮 漂亮是豪华 叫做plush plush 给自己讲一遍 是吧 以后咱们也会有一些口诀会给大家 那么这是在灌木丛当中 这是表示什么叫做潜伏 潜伏 好 那么这次到这里结束了 不说了